深夜浅读 我把手发了一段语音 老不死的 明天我来收访 消息一发出 本来还活跃的群聊 立刻鸭雀无声 我把手里的柚子 丢在茶几上 空出手翻看之前的聊天记录 儿子脸色战红 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 见我手指往上滑 他立马想要拿回手机 妈 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 你根本不尊重我 他一边吼我 一边伸手来抢 我拿起柚子皮 扔到他脸上 抓起手机 迅速跑到房间里 繁锁房门 一声声残暴地拍门声中 我看完了群聊里的 所有聊天记录 群聊里只有四个人 我婆婆 我公公 我老公 我儿子 就是没有我 可笑的是 这个群叫 相亲相爱一家人 十小时前 老公把我睡觉的照片 发到群里 21小时前 儿子把我吃晚饭的照片 发到群里 一个只建立了 两个多月的群 里面有532张 我的照片 吃饭的 睡觉的 看电视的 玩游戏的 散步的 每一张照片下面 他们都在不停辱骂我 你老婆怎么这么好吃懒做 天天吃吃吃 一毛钱 也没看见 她给家里花 叫你当初不要娶她 现在好了 给了八万彩礼 啥也没赚回来 翻看间 手机突然弹出一个视频通话 是我婆婆的 我冷笑一声 利落地按下句接见 三秒后 我婆婆又立马 发出视频通话邀请 我想了想 决定看看她准备 搞什么幺蛾子 没想到电话一接通 对面就蹦出一大串 我根本听不懂的 尖利方言 其中夹杂着 爆卖的嘶嘶声 我一脸嫌弃地 把电话拿远 然后挂断 她再次打来 我一听还是方言 又直接挂断 反复几次后 婆婆终于切回了普通话 成言 你到底要做什么 什么叫来收房子 公公在一旁插嘴 就是 我们住着的房子 怎么能你来收呢 你可是我家的媳妇 你的房子就是我儿子的房子 你有什么资格收 我冷笑一声 别说那么多 你们今晚 立刻滚出去 明天要是还见到你们 我就报警告你们 侵占我财产 此话一出 婆婆立刻 瞪起三角眼 阴沉地看着我 公公在她身后 充当背景板 一公一母 活向来 索命的厉鬼 儿子 还在不断拍打房门 尖叫声 凄厉地向我家 杀了一头猪 婆婆听到 她乖孙子的哭喊声 愤怒地质问我 你干什么 你有个当妈的样子吗 不管不顾 放着自己的儿子 在外面哭 我就说你是个贱女人 你等我过去 看我怎么治你 啪的一下 我挂断了视频 治我 他们真以为自己是 土皇帝土皇后 拉开房门 我手急眼快后撤一步 避免自己被 没良心的白眼狼砸到 儿子的哭声 戛然而止 他捏着双拳 站在一旁 恨恨地看我 我把他的手机 随手一丢 走向客厅 吃没吃完的柚子 这柚子又甜之水又多 是我爸妈 特意脱果圆挑的 他们收到柚子之后 马不停蹄地 拎过来给我 顺带烧了一大堆 我爱吃的东西 我爸妈的一片 爱女之心 就这样被污蔑成 我吃白食 突然 砰一声巨响 把我吓了一大跳 我转头一看 儿子的房门紧闭 他一看 就是待在房间里生气 想要我 第三下四去哄他 向他道歉 从前我会 但是现在根本不可能 日暮渐歇 我在外卖软件上 挑挑拣拣 选了自己 最喜欢吃的炸鸡下单 因为以前工作的性质 我不大会做饭 一般都是点外卖度日 和高林在一起之后 基本都是他做饭 洗碗 本着结婚是两个人过日子的准则 后来我也慢慢学会洗洗碗筷 做做家务 外卖到后 我揭开包装 在桌面上摆好 准备拍两张照片 发给闺蜜看 转头一看 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我旁边 伸手就去抓桌上的炸鸡 我旋即拍掉他的手 冷声道 你干什么 他被我的脸色吓到了 尾米两秒 又理直气壮起来 吃饭啊 我花我的钱买的 凭什么给你吃 今天中午的事情 你有对我说过一句对不起吗 我是你儿子 你不给我吃饭 你所有东西都应该给我 我爸天天在外面辛苦赚钱 你在家里吃喝玩乐 你花钱就算了 你还不给我花钱 我又没说错 你不就是天天赖在家里吃白食 我为什么要向你道歉 一大堆歪曲事实的话 彻底把我打蒙了 什么叫我所有东西都应该给他 什么叫我在家里吃喝玩乐 我强压怒火道 高远川 你出去旅游 参加夏令营 上补习班 买手机 买计算机 买自行车 哪样钱 不是我出的 你要是觉得我吃白食 那你就把我花你爸钱的账单 一笔一笔给我算出来 看看到底是我吃白食 还是你和你爸一家子吃我的白食 丈夫高林在一家濒临倒闭的报社上班 干了十年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编辑 以他的工资 根本养不活过着奢靡少爷生活的高远川 更别说在寸土寸金的首都 买下一套两百平的房子 也许是我的语气过于严肃 高远川撇撇嘴 不情不愿地嘟囔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知道 他是在等他爸回来 等他爸回来和我大吵一架 教育我一顿 公婆多年重男轻女的教育 已经在她的心里根深蒂固 在她们眼里 妈妈不能算是人 只算一件献祭品 手机叮咚一声 我点开一看 是闺蜜孟心瑶 约我出去散心 我想也不想 立刻回她一个好 出门前 我把没吃完的柚子和炸鸡 一并拎走了 你拎走了我吃什么 我砰一下关上门 留下一句话 叫你爸给你买吧 山顶满天繁星 孟心瑶正戴着口罩和墨镜 全副武装地等我 孟心瑶是如今娱乐圈的顶流 而我在辞职之前 做了她16年的经纪人 陪她从岌岌无名走到如今的顶峰 我和家人聚少离多 但只要一有空闲 我就会停下来陪伴儿子 三个月前 儿子高远川在家里大发脾气 抱怨我没有给他洗衣做饭 没有花时间陪他 再加上公婆的施压 丈夫高林的默不作声 我拖拖拉拉 不情不愿辞掉了工作 闺蜜虽然舍不得我 却还是支持我的一切决定 炎炎 孟心瑶快步走过来猛拍一下我 笑咪咪道 发什么呆呢 你觉得我当初辞职 是不是很蠢 我张张嘴 从喉咙里挤出干涩的问题 孟心瑶静默片刻 问我 高林是不是欺负你了 装了一下午的冷静 被闺蜜的一句话突然打破 我鼻头一酸 拼命点头 哽咽着想要开口 却发现自己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只能靠在他怀里哭得喘不上气 明明是他们拿妈妈这个身份逼我辞职 为什么还要对我恶语相向 高远川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安静又乖巧 整个孕期 我都没有受过什么苦 就连做四围的医生 都夸他又乖又漂亮 以至于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 我在外面拼死拼活的时候 高林和他爸妈 到底是怎么把儿子 交成这个鬼样子的 孟心瑶叹了口气 问出了最让我纠结的问题 你要离婚吗 我沉默片刻 捂住脑袋蹲在地上 离婚这个念头 在高林逼我辞职的那一刻 就开始在我心底里发芽 碍于儿子只有十三岁 我就把这个念头压在心里 做母亲的会给自己的小孩 套上一层又一层滤镜 希望他第二天立刻变好 或许我能把高远川叫好呢 我张口欲答 口袋里的手机骤然震动起来 是高林 你现在在哪 小川一整个下午都在哭 我下班回家 他哭的嗓子都哑了 母子没有隔夜愁 小川做得再不对 你也不应该这样对他 更何况他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妈他也不容易 把我拉着到大 你现在和他们说 收房子的事情干什么 夫妻一提 儿媳的房子给公婆住 说明你大度 说出去你面上也有光 好了 你快点回来做饭 别闹脾气 都几点了 我累死累活下班回家 连顿热乎饭也吃不上 电话那头是咄咄逼人的质问声 和儿子装腔做事的好哭声 好一个哭了一下午 好一个吃不上饭 我怒急返校 冷冷回道 我没到你家之前 敢请你高林都是喝西北风吧 说你两句 你还当真了 好了好了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快回来吧 高林在电话那头毫无诚意地认了错 仿佛是我无理取闹一样 结婚十几年 我最讨厌的就是他这种 可以逼疯人的认错态度 怒气瞬间爆棚 我脱口而出 离婚吧 说完 我深吸两口气 一股脑把自己想说的 全说出来了 当初相亲对象那么多 我为什么选择 你你心里没点数吗 因为你说会尊重我的工作 不会强迫我辞职 不然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香伯伯 老娘尚赶着要你 辞职是你提议的 我为了我儿子辞职 我没有怨言 但是你他大爷的算老几 吃我的穿我的助我的 还敢在背地里骂我 我给你脸了 高林在电话那头 被气得说不出话 你你你个不停 你什么你 明天下午三点 带着你的户口本到民政局门口等我 你要是赶不来 别说你爸妈 你也给我收拾东西滚蛋 我一口气骂了个爽 不等高林应答 直接挂断电话 至于把房子让给高林 想都别想 离婚离得很顺利 唯独在财产分割这块 高林死活不同意我的律师 拟定的离婚协议 你有三套房子分我一套怎么了 这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按照法律得分我一套半 他看了看站在一旁的高远川 笑容得意地说 而且小川是我来抚养 这房子我得拿两套 律师一脸头疼地说 高先生 刚刚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们婚前做过财产公证 这三套房子都是我方程女士的 个人财产 不能算夫妻共同财产 高林无赖道 那也得分我一套 律师和高林在那里喋喋不休 我滔滔耳朵 不耐烦地起身道 可以签字了吗 律师说得很清楚 这三套房子都是我的 你去起诉去撒坡去法院门口 常跪不起 你也分不到一片瓷砖 我顿了顿 语气嘲讽地说 还是说你读了这么多年书 真要学你爸妈那样 赖在地上撒坡打滚 高林脸色铁青 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从路都没有的小山村 来到大城市 最讨厌的就是有人提到他的出身 我重复了一遍问题 高林才不情不愿地签了字 扯着高远川准备要走 临走前我问儿子愿不愿意跟我 高远川揪着高林的袖子 躲在他身后 眼里的仇恨让我有些心惊肉跳 我讨厌死你了 我要跟我爸 行吧 我全当自己生了块叉烧 我好心提醒高林 你们一个月之内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 我和你爸妈不对付 叫他们两天之内搬出蓝丰园那套房子 不然我就开始收租金了 我刚回家没多久 高林他妈的电话就杀了过来 电话在客厅响个不停 我妈烦得想出去和他打一架 成言 你凭什么要我们搬出去住 这房子是我儿子买来孝敬我们的 你哪来的资格让我们出去住 这些年你不孝敬公婆 不遵守我们高家家规就算了 你离了婚还想从我儿子身上薅一把 哪有你这么贱的女人 她在电话内投气得破口大骂 我都怕她乳腺增生 等她骂完 我才骂悠悠开口 这房子是我买的 房本和账单我都有 放你娘的屁 我儿子说是她买的 吃了口 我妈递过来的橘子 我含糊不轻道 你儿子骗你呢 老不死的 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 把她拉黑 我妈在旁边满脸担忧 我爸拎着锅铲神情严肃 我拍拍我妈的手 安慰道 好了 相信我能摆平的 毕竟在娱乐圈工作过 我最不缺的就是处理事情的耐心 第三天一早 我就带着刚过来的四个一米九的保镖 还有搬家公司上门收房 高龄爸妈静坐在家门口等我 一见到我 他爸的情绪就特别激动 使劲蹿跺他老婆上 来打我 我拎着钥匙在他们面前晃了晃 笑咪咪道 都在门口等我呢 叔叔阿姨这事都收拾好了 高龄爸面皮颤抖 手一抖一抖地指我 你 我们高家真是造孽呀 娶你这么个媳妇回来 离婚了就赶自己的婆婆公公出门 哦哟 这还演起来了 我饶有兴致地看向高龄妈 果不其然 她妈开始哭天枪地 可惜她号太大声 导致眼泪流不出来 只能尴尬地揉揉眼睛 我哼笑一声 伸手示意后面的搬家公司进屋 高龄妈挡在门前 一脸要与房子共存亡的坚毅 不行 这是我儿子买给我们的 老头子 报警 报警啊 说完 他向我跪下 砰砰砰磕了几个响头 我求求你了儿媳妇 你就看在我们老两口 一把老骨头的份上 哎呀 我给你磕头 我给你磕头了 你放过我们吧 我往旁边一闪 暴毙冷哼 过了半小时 警车乌拉 乌拉开进了蓝风源 物业管家无奈地把警察带了上来 见到警察 高龄爸仿佛有了主心骨 哭天喊地地上去 拽着人家小哥的袖子裤 警察同志 我儿子和这个女的离婚了 他就带着一大堆黑社会来打我们 这可是我儿子买的房子啊 警察同志 你们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搬家公司的员工和警察大眼邓小眼 然后纷纷掏出自己的工作证 等他哭完 我掏出了自己带的房产证和不动产证 同志 这房子可是我自己买的 我连忙喊冤教区 我和他们儿子离婚之前 他们都免费住着我的房子 我可是一分钱不收水电费自己交 现在离婚了 我想收回房子 他们不让 他们这算不算私闯民宅 警察接过我手里的证件 翻看完后 对着高林爸妈好意通教训 他是我儿媳妇 他的就是我儿子的 高林爸不服气道 办案人员瞠目结舌 好像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这是人家自己买的 怎么结了婚就是你儿子的 老人家 你这思想很有问题呀 高林爸妈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没想到警察非但没给他们做主 反而给他们谱了半小时的法 趁着这时间 搬家公司迅速搬走了他们的东西 几大箱衣服整整齐齐摆在楼道里 当着他们的面 我换掉了密码 并且要求物业管家 删掉他们的人脸识别信息 被警察带走时 高林爸妈的眼神阴沉得可怕 我对他们挥挥手 笑得灿烂无比 吸血马黄难甩 那我加点盐 再放火烧呢 安生日子没过两天 我的黑料就冲到了热搜第三 高林带着儿子高远川开始直播 想要靠网友的舆论把我压死 直播里 他识多的人母狗样 甚至开了点美颜瘦脸 儿子高远川在他身边当被警板 眼镜红肿得像是被炮轰过一样 说到我的事情的时候 高林暂停了一下直播 回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 深情道 小川妈妈和我结婚十几年了 我很爱他 平常我都不让他洗衣服做饭的 当初他怀孕了 还要坚持自己的事业 我也没有阻拦 甚至他哽咽了一下 甚至把小川丢给我十三年 我都没有怨言 各位网友不要去攻击小川妈妈 我会难过的 你们也不要问我小川妈妈是谁 我只是想找个地方发泄一下情绪罢了 高林的确没有指名道姓地说我 只不过他把我的职业 长相 还有带过的艺人都漏了出来 我的个人账号被网友们翻了出来 一大堆人冲到我微博底下骂街 你这种人也配当吗 把自己儿子丢下不管十三年 回来照顾三个月就受不了了 他离婚都不考虑一下自己的儿子吗 我看小川在直播 李哭得伤心 贱人 这样对你老公儿子 助你出门被撞死 成言不配当妈和大冤种高家父子 同时冲上热搜 下午 我去收房的视频被断章取义发了出来 视频里 高林爸妈穿得朴素 一脸沧桑老实人模样 被我逼得流泪下跪 我刷着营销号断章取义的视频 不由地挤出一声冷笑 怪不得呢 他们收房的时候又是磕头又是下跪 感情在这里下套等我 网上的舆论一时间炸开了锅 热搜榜上明黄黄挂着四五个我的黑热搜词条 什么成言仗势欺人 老人被逼下跪 我懒得和高林上演狗咬狗的丢人戏码 只上微博发了一句话 是谁在操控舆论 网络上乱成一团 一大堆我带出名的艺人纷纷出来 转发我的微博表示力挺我 甚至有几个脾气爆的直接和网友骂了起来 我的微博时不时收到提醒 AA唱片批发部宋甜甜发布了一条新微博 你们等着吧 严姐再找证据 造谣是要上法庭的 傅也发布了一条新微博 滚 憋载着理发店 蓝风源的官方账号也发布了当时的视频 视频足有两小时长 一针未减 不少网友爱特勒京士派出所 骂他们是饭桶 就知道包庇有钱人 这逼得派出所官方不得不发情况通报回应 2034年12月9日上午 卧局接报称 有人私闯民宅 非法偷盗他人财物 迅速组织人员到场处置 经现场调查 报警人郑某与高某强占成某房产 属于私闯民宅 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进行调查 通报和视频一出 那些说我仗势欺人的词条迅速沉寂下来 但网友依旧骂我不配当妈 而高龄已经开始直播带货了 我懒得争辩 安安心心过自己的日子 过不了几天我就要回去上班了 哪还有这种休假的好日子给我过 孟新尧的新戏在山里拍 为了他能融入角色 导演很少让他碰手机 他一碰手机就给我打视频电话 炎炎他在电话那头笑得神神秘秘 你猜我拍戏的时候碰见了什么 我脚两下我妈塞过来的柚子 诚实开口帅哥 他一脸谴责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在这里碰到一个 超级超级超级像你的小女孩 我发你了 你看看像吗 我靠 简直和你小时候一模一样 不过你小时候吃得像个小白猪 比他胖好多 我看到照片的沙娜愣了一会 眼里都是那个长得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身量却像豆芽菜一样的小女孩 我正正问道 你没骗我吧孟新尧 我骗你干什么 是不是很像 我妈接过我的手机 哀又为大叫一声 我爸火急火燎冲出来 眯着眼睛瞄了一眼我的手机 你小时候我没虐待你呀 什么时候的照片 你这么瘦 我和我妈对视一眼 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 我的心脏不知道为什么开始闷闷作痛 我试探问道 瑶瑶 你在小西村拍戏吗 嗯 我没和你说过我在哪拍戏吧 是了 小西村是高林的老家 高远川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他们是不是偷换了我的孩子 临近预产期那几天 高林非要我陪他去他老家 照顾他年迈的爸妈 理由不是老妈脚扭了 就是老爸腰扭了 我以肚子太大不方便去为由拒绝了好几次 甚至提出了让他爸妈来京市居住的主意 最后我拗不过高林 陪他去了小西村 小西村只有一所简陋的卫生院 我有些不放心 要求高林必须在预产期前回去 高林满口答应 我在小西村是是小心 却还是在出门的时候滑倒 只因婆婆在端游的时候 不小心泼了一点在地上 不过高远川平安出生 我索性也就没再计较 但是因为这件事 我再也没有去过小西村 逢年过节 高林也不会叫我回去 那个女孩究竟是不是我的孩子 我还是得去一趟小西村才知道 我拜托孟心瑶多照顾那个女孩 快速收拾了行李准备前往小西村 握着方向盘的手抖得不像话 我使劲掐了把肉强迫自己 冷静下来 我得去看看那是不是我的孩子 如果是 我要高林一家生不如死 山间早晨气温低 一下车 刺骨的风向刀子一样 刮着我的脸 我的方向感不好 在小路上转了好几个来回 也找不到去剧组的路 反而拐到了村庄里面 看着越来越熟悉的道路 我干脆凭借之前的记忆 往高林家走去 还没走到 一个灰色的瘦小身影像炮弹 一样冲进我怀里 小脸死死埋在我胸口 紧接着响起一个女人愤怒的叫骂声 小婊子 你跑什么跑 连顿早饭都做不好 老娘教育 你你还敢跑 滚出来 我明天就把你卖给刘马子 我下意识护住怀里的小孩 笑道 小孩子做错事也不要这样吗 小西村里的人 重男轻女 对生下来的女孩非打极骂 我怀着运缸来小西村 那个时候 来串门的十个里 至少有十一个 问我是不是怀的男孩 阿姨 你能不能带我走 满是伤痕和洞窗的小手 紧紧抓着我的羽绒服 京市的十二月 她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破酒单衣 不好意思啊 这小孩没教养 我马上带她走 陈小和 你赖在人家那里发什么骚 滚过来 女人一边怒骂 一边伸手想要扯她的头发 女孩又急又怕 养起脸哀求我 我可以砍柴做饭 我不读书 不花钱 求求你带我走 好 我抬手把她拉到我身后 直起腰板和刚刚满嘴 乌言晦语的女人对峙 四目相对 我却觉得她越看越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她眼神多闪 嫂子 你怎么来了 高龄的老家亲戚 又叫我嫂子 我眯了眯眼睛 笑道 是啊 我不来怎么知道 你在村里这么威风呢 陈方表妹 你真会开玩笑 我教育自家孩子 哪里能说得上威风啊 不过你都和我表哥离婚了 还来我们这穷乡僻壤干什么 陈方顿了顿 脸色有点不好看 我跟你说 这老家房子可没你的份啊 这房子可都是我儿 她下意识住嘴 我也假装没听见 不是 我拍拍她的肩 洋装羡慕 小和最近是不是老是被叫去做群演 哎呀 你什么时候生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孩 那个导演很喜欢 说要小和去演个小角色 就三四天吧 你猜给多少 三千 我摇摇头 又晃晃手指 三万 陈方一听 笑得见牙不见眼 三万啊 我心里痴笑一声 面上依旧亲热 对啊 剧组还先付定金一万呢 不过 不过啥 不过导演要求这个玄角保密 不能和任何人说 特地来叫我选个家人嘴颜的小演员 我悄悄附在她耳边 她叫我在小和和那个高 高 高 高宇佳的 对 高宇佳的小孩里面二选一 我先前不知道小和是你家的 现在知道了 陈方拍拍胸脯 做了一个拉拉链的手势 恨不得立刻把陈小和打包塞进剧组 你放心 我陈方是全村嘴最严的 我微微一笑 拉着陈小和走了 临走前 我漫不经心问道 方方啊 导演叫我带小和去京市做个造型 你要不要去 我把陈方送到了高林所在的小区 就载着陈小和走了 我本想嘱咐她一声 避免高林起疑心 谁知她特别上道地拍拍我的肩 看我的眼神里带着高傲和一丝幸灾乐祸 你挺可怜的 我不会和我表哥说是你送我过来的 说完 她就下车走人了 身影雀跃 一蹦一跳 盯着她的背影 我笑得开怀 我倒要看看 咱们谁更可怜些 等了几分钟 我点开手机中的监控软件 监控画面里的高林神色紧张 左顾右盼 然后一把把她拉进家里 现在正是高远川上学的时候 两个人就在客厅中央 开始了活塞运动 一 这房子不能要了 到时候挂出去卖了算了 我一脸嫌弃地把手机吸平 然后对失而复得的宝贝女儿 和颜悦色道 小和 你愿意跟妈妈去做一个检测吗 小和惊讶地说话磕磕巴巴 妈 妈妈 对啊 你是妈妈的孩子 你是我期盼了十个月的宝贝 鉴定报告送到家的时候 我妈正在往小和嘴里投喂红烧肉 她心疼地捏着小和 似乎只剩骨头的手腕 气得跳脚 哦哟 严严我和你说呀 你不把高林和虐待小和的那个女人 关进监狱 你也就别回家了 我爸在一旁用她的太极拳笔画 势必要在见到高林的时候猛踹两脚 一些心头之恨 我刚准备拆开鉴定报告 就见小和一脸紧张地看我 连爱吃的红烧肉也不吃了 我笑了笑 亲亲她的脸 不论是什么结果 你都是妈妈的女儿 翻到最末尾 只见上面白纸黑字写着 检验结果支持成言是陈小和的生物学母亲 喜事成双 我托人去调查 小溪村卫生院也有了结果 当时卫生院的登记系统不完善 陈方又是卫生院的护士 你还晕着 把陈方的孩子换成你的孩子 简直是易如反掌 不过 当时换孩子的见证者海了去了 随便抓几个相关的下一下 全都说出来了 电话那头的女生冷笑一声 也不知道是他们蠢还是胆大包天 这种犯法的事也敢不躲着人 他们呢 又蠢又坏 我笑眯眯看着监控视频里面 刚准备开始做的高林和陈方两人 然后我发了条微博 直播收房 直播间里涌进了大批的网友 在线观看人数还在不断上涨 弹幕一直在不停地刷新 你没病吧 晚上高林直播的时候 还叫我们别去骂你 你就这样对你老公 见识到了什么叫罪毒妇人心 就算房子是你的 你就不能挑个阳间的时间去吗 非要大晚上打扰人休息 我站在小区楼下 乐呵呵盯着弹幕 回道 这样啊 高林有没有说爱我呀 上次被你们骂怕了 这次带你们一起收房 我带你们看点大惊喜 我用另外一个手机点开监控软件 高林正渐入佳境 两个人颠缆导缝 不知天地为何物 我嘖嘖称奇 操控着客厅的智能音箱 播放殆尽的BGM 让他俩的火烧得更旺 好了不说了 咱们一起去收房吧 我对着镜头眨眨眼 然后把摄像头切换成后置 客厅里的BGM很大声 大到我拧开门 高林和陈芳都没有察觉到 我迅速关掉歌曲 将直播镜头对准在厨房里的两人 直播间只剩他们赤裸的身体 和银瓷浪语 弹幕凝制了一瞬 开始满屏刷起卧槽 我假意要关直播 又笨手笨脚关不上 陈芳发出一声尖叫 高林气急败坏 赤身裸体冲过来 要夺我的手机 成言 你他妈有病吧 下一秒 直播间被封了 不过没关系 我知道聪明的网友 一定会有录评 从今天开始 互联网上到处都会有高林 为达马全身裸照 这怎么能不算是红呢 我笑得眉眼弯弯 一拍手 站在门外的几个保镖 立刻进来挡住高林 隔着保镖 他对我放狠话 成言 你敢这样做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我嘴角一勾 捂住心口 是吗 我好怕呀 开始搬吧 而高林和陈芳两人 踢着毯子站在门外 咬牙切齿地瞪我 高林啊高林 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份离婚大礼 你可要好好接受 当天晚上 高林就冲上了热搜 晚上七点 他还在直播里 对我这个前妻表达爱意 十点 他就和别的女人 在厨房大干特干 连我去收房 都没有察觉 网友发现自己被他的爱妻人社耍得团团转后 气得在实时广场破口大骂 网友们硬生生把热搜话题骂到了第一位 讨论度在一众热搜里 一起绝尘 陆平传的到处都是 微博底下 到处都是求视频的 甚至连我的微博热评 都是 求一份高清五马视频 可出一块钱 孟新瑶刷着广场 倒在我家沙发上 笑得差气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 当然 是让高林一家人整整齐齐 进去吃个三五年的牢饭 好工作吗 不拖关系 还不好找呢 我把收集到的证据 都提交给了法院申请立案 新年的第一天 手机就被高林一家 打得差点死机 想来是他们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我关了机砖新陪承溪堆雪人 陈小和改名了 亲子鉴定报告出的那天 他就央着我给他取个新名字 小和是阿姨指着小溪随便取的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妈妈给我取个新的吧 最后在一家人的商讨下 陈小和正式改名叫承溪 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 因为姥姥姥爷还有妈妈 希望西西以后的人生能光明灿烂 至于承溪的户口 陈方早就在我提交证据的时候 吓得转给了我 把陈小和的户口转给你 你就不会告我 对啊 我很讲信用的 我跟着他一起在小溪村 办完了转移户口的手续 然后扬长而去 说不定刚刚打来的电话里 就有他的一个 孟新瑶嫌弃我堆得雪人太丑 一屁股挤开我 脸部红心不跳地堆了个更丑的 我站在一旁 开机给爸妈打电话 手机嗡嗡震动 我手快一滑 陈方歇斯底里的声音差点把我震聋 你说过不告我的 你说我把陈小和的户口转给你 你就不会告我 我语气无辜地说 是吗 你有证据证明我这样说过吗 你 你这个贱人 你敢骗我 他发出一阵尖叫 电话那头换了个人 妍妍 老婆 你撤回立案吧 我真的真的知道错了 当时是陈方勾引我才有的小川啊 你都带了小川十三年了 他可是你一手带大的儿子 你怎么忍心他没有爸爸呢 都是我爸我妈的错 如果不是他们说 陈方一定能生男孩 我怎么会丢下小和呀 小和也是我的亲骨肉 这些年我有给陈方钱的 我让陈方好好待小和 是他们的错 和我没关系啊 背景音里 高远川在使劲豪哭 妈妈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带我回家吧 我笑了一声 徐徐道 不 你们不是知道错了 而是怕了 他们但凡有一点人性 就不会让十三岁的晨熙 一字不识 他们但凡有一点人性 就不会让陈方和我在同一天生产 对了 我还要感谢高远川 我眉梢一条 加重语气 如果不是他那天偷拍我发微信 我又怎么会找到我的亲生女儿 说完 我趴的一下挂断了电话 我把当时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聊记录截图 都找了出来 整理到网盘里 全部发到微博上 整整两个句的记录 看得网友怒火中烧 赐死 本官说 赐死 不少人在底下跟平 清汤大老爷 红烧大老爷 我抿嘴一笑 开心地过去把孟新瑶一屁股挤开 高林那高林 妄图操控舆论的人 最终都会被舆论压死的 这是我送你的第二份大礼 我和高林一家子的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我的好友全都推了工作 坐在旁听席和我一起等待对他们的审判 随着法锤的落下 高林眼里的光也彻底熄灭了 颓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直到要被法锦带离 他才抬起头恨恨看着我 我直视他 笑着挥了挥手 高林啊 感谢你让我骨肉分离十三载 这是我送你的第三份大礼 陈芳彻底抓狂 我没惹你 成言 我一直住在乡下 我没有惹你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 最后他不顾法锦的警告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跪下求我 成言 我求求你发发善心 好好对待我的儿子好不好 他才十四岁啊 高林妈妈白了脸 嘴里一直喊 作孽啊 作孽啊 他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我笑了笑 不想和他们纠缠 牵着承熙的手 转身离开 法院门口的抛筒绽放得热烈 承熙惊叹一声 妈妈 开花了 我亲亲他的脸颊 是啊 开花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无论